十三,十二弟子的相川详解,相川的意理是什么?相川的速度又是什么?相川就是相互破坏。两个字只要碰到一起了,就是破坏。你破坏我,我也要毁灭你,这就是相川。 但是,任何一个事物,它的发生和结果,谁胜谁输,谁办,都要看力量。我的力量大,你来穿不动我,只是向蚊子咬了一下,无损大爱,无损大雅,不是相川就全命这个人,全盘结束。相川还代表,接下来,不舒服。 什么叫不舒服呢?比如我的命中,我命中穿坏了印,或者印来穿坏了我的路。印来穿坏我的路,有两种现象。第一种现象,妈妈说话我不愿意听,妈妈说话的方式不对,不对谁呢?一定是不对我,不等于不对外人,这就叫穿。 妈妈穿,妈妈说话的方式不对。穿了我,我不舒服,这就是相川,双方受伤,我不舒服,我表现的态度和语言,妈妈也不舒服,这就是相川。 所有一切事物,都要看力量。为什么有的命穿了,我没说有大事呢?是看力量,谁的力量大,怕不怕穿。我力量大,我能穿倒你,你的力量大,你能穿坏我,所以看力量。 只未穿,看力量。水旺能穿坏胃中的丁火及几土。为什么水能穿坏几土呢?一定是水旺的时候,它才能穿胃中的丁火和几土。因为水多,吐散,火灭。这个相川也比较厉害,双方毁灭,相川就是相互破坏。我们同学当中有几个同学,他原命有只未穿。今天来没上课呢?只未穿。 我记得要过年的时候,我和我们的同学,他命中有只未穿。我说你哪年受伤了?他说不知道。我说防卫你受伤。他说对了,我在2003年,鬼未年的时候,我起啤酒瓶子,啤酒瓶子爆炸了,把我的左腿大肩骨割断了。只未穿厉不厉害?只未穿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是很大的。 那还是要看力量。如果我的命中止水不忘,没事。只是虚惊一场。只未穿。 水忘了,他就能穿坏了这个火。火和土,火和水组合,就是血液。 水和火组合就是血液。只未穿。在原命有75%的人戴眼镜。因为火代表眼睛。所以,命中有只未穿这个组合的人。 看他们的力量。如果不戴眼镜,那一定是火旺。如果火弱了,75%都戴眼镜。 近视眼。这就是近视眼。只未穿。 紫水旺是这样。那未土旺能穿坏紫水。因为土磕水。 在什么情况下,水的力量大呢?一定是以原命看。原命止欲沉的情况下。 尘土帮止水力量大。 浴身力量更大。女的水旺的时候,来穿了这个胃土。 女命,这个要记住,算命说常用。 女命多往子宫肌瘤复刻方面断。 这个水旺啊。男命多数是前列腺肾功能等。 这个心脏和眼睛,不管男命和女命,你们就去断吧。 他真是有眼睛视力不好,或者心脏有病。 这就是只未穿。 这个呢,我们不但要了解他的意理。 还要知道,他发生什么事情。 我都给组合了啊。我讲的这样啊,就是不用我们再去误了。 什么的误啊?到底发生什么?再去验证。 我都把我20年来算命总结的。 我都给了,这次做到了这个踢钢里了。 我们就可以了,总结界。 只要看到了这个踢钢,你就往上套,就可以了。 现在讲丑五穿。 这个丑五穿呢,所有的穿都是要看力量。 这个丑五穿呢,那穿就是破坏。 谁破坏谁,双方都在破坏。 丑五穿,只要我们听着是穿,就知道了。 这里有一个速度。 现在拿笔记,穿的速度特别快。 穿,代表速度快。 代表互相伤害。 这就是穿啊。 那丑五穿,谁能穿坏了谁呢? 丑五穿,多数是丑中的鬼水, 穿坏了五中的滇火。 但是,火旺也能烤干丑中水及湿气。 这个丑土啊,我们在讲十二地支的时候, 好,讲过,他是最阴暗的。 那么这个丑土又代表包,又代表这个囊种。 丑五穿,还有,五火力量大,能烤干丑中之水及湿气。 加上一句话,同时,能把丑中的心筋穿坏。 只要有这种组合,我们看是命主的印,还是命主的笔节。 还是命主的食伤。 如果是体的话,就往他身体上断。 如果是食伤,还有路,第一,身体有病。 第二,破财,路坏了,一定是破财。 那,破在哪方面?它代表什么神? 那就在这个方面。 如果是食伤,身体一定是在嘴里面。 给一个客户算,他的原命啊,有一个丑五穿。 这个丑土,丑土,土是命主的食神。 他有个丑五穿,正好在2014年的时候,五火旺来了。 五火旺来了,丑五穿,土是食神。 食神里面生的是这个心筋。 那火这么旺,一定把食神穿坏了。 又把食神里藏的这一个呢,心筋穿坏了。 所以当时我断,因为这个命主啊,他是命中两个丑土。 我就说,我说你两颗牙不好。 我没有说,是在哪个方向没有断那么细致。 因为在吃饭的饭桌上。 当时他就张开嘴,给我们看,我前面这两颗门牙全是假的。 2014年,命主,骑自行车,在道上走。 迎面来了一个汽车。 汽车呢,就把路上的一个食指,就弹起来了。 弹起来,不偏不倚的,就打到了命主,门牙上了。 两颗门牙,当场掉下来。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,穿,破坏力很大。 我们就要知道了,穿,代表速度。 穿,破坏力大。 如果啊,这个命啊,他的命中丑土不是食神。 我不会说,他牙不好。 因为啊,食神代表说话,食神代表口才。 那食神一定是代表嘴的。 那嘴里的骨头,心筋,那就是牙齿。 在2014年,甲木生的午火,午火旺。 他必须要把他嘴里的牙,两颗给穿坏了。 但是,我绝对没敢说,你两颗门牙掉了。 我只是说,你两颗门牙在2014年的时候坏了。 命主给我们看的时候。 我更加验证了,穿的速度是多么快。 穿是多么厉害。 今天命主反馈。 从我给说完命之后, 当时我给说,算他爸爸有糖尿病,血压高。 还有呢,心脑血管。 我说这个脑袋在左边呢,应该有个血管堵。 今天他告诉了,他给我微信说, 他爸爸检查出来了,住院了,糖尿病。 高血压。 他问我怎么看出来的。 那今天我就要告诉我们全体学员, 从武川就是糖尿病。 这个准确率啊,能达到85%。 一般组合就是糖尿病。 特殊魄力。 还有特殊情况,特殊魄力记下来。 这个我们要记下来,你就说就行。 你就不用怕,他就是糖尿病。 从武川,他就是糖尿病。 子力川就是子宫脊瘤。 现在呀,我把我多年算命。 算命啊,就是准确率啊, 基本上差不多的,我给总结了。 就不用我们再去验证。 我们再去总结。 就不用我们学员呢,再去走弯路。 我全都给整理了。 那就是,丑中还有心筋。 丑背川也往废子上断。 那这个废子啊,它是小的。 多数是什么呢? 是哮喘。 不一定是肺子有病啊, 说气脉不足。 或者是什么呢? 肺上啊,有那种叫做是, 肺子上有那种叫什么泡? 叫什么泡? 我不太懂这些病例名称, 就是肺子上有一种气泡。 严重啊,就是肺气肿。 一定,丑五串。 除了呢,这个是牙不好, 糖尿病, 还肺子不好。 这个肺子不好。 那我们看了,这个五火厉不厉害? 五火,如果厉害的,就是肺癌。 或者是什么呢? 肺大泡,对。 要不就是肺癌。 要不就是什么呢? 乳腺癌, 都是这个丑五串。 丑五串的杀伤力非常大。 丑五串,看圆命。 看这个命当中, 我的鹿是不是薪金。 如果我的鹿是薪金, 丑五串车祸, 都是他。 卯尘串, 卯尘串也是护川看力量。 这个卯尘乡串, 如果卯木亮大使, 他穿坏了尘土。 那这个尘土在命局看是什么? 如果这个尘土在命局, 是我的体。 我的体是哪个呢? 比如乌尘, 乌尘日主, 尘土是我的体, 是我的笔节。 我的体, 卯尘穿, 穿我的是官。 穿我的是官。 这里有两种现象, 我是不是我最大的欺愿, 我要制掉这个穿我的。 这里这两种现象是, 第一, 卯木力量大使, 穿坏了尘土, 尘土力量大, 则腐朽了卯木, 卯木烂了。 卯木烂了根, 那就等于卯木烂了。 烂了根, 比较烂了尖, 烂了叶, 烂了枝, 还要演奏。 那卯木烂了, 是不是这个卯木就不能用了? 这个官就不能用了。 那就看其他方面组合, 如果没有组合来帮扶这个卯木, 那这个人这一生唯唯诺诺, 拿不起放不下, 唯唯诺诺, 官坏了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异理, 官坏了就是唯诺诺, 那他就战胜困难, 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和勇气, 他就小, 或者没有。 当我们知道这些异理, 我们就说呀, 我们说出来觉得你能看到我心里去了, 你能看到我骨子里去了, 其实都在异理里面。 卯木如果呢, 尘土遇到尘土旺, 穿毁了卯木, 卯木立不住了, 卯木立不住了, 女命, 卯木是乖, 代表我的丈夫, 代表我的老公的时候, 是不是克服呢? 不是三官克服啊, 那这也克服啊, 不是就单独你命三官是克服的, 那如果女命, 有一个尘土在有止水, 这个官指定立不住了, 这个立不住是谁立不住的, 绝对不是他命中有短命的老公, 而是说是他克服, 卯尘穿, 尘土把官给穿坏了, 这也是克服命啊, 不是单独伤官是克服命, 这个官立不住是不是死啊, 不死则离, 这必须是不死则离的, 如果碰到这样的组合, 我们怎么给命主提建议呢? 那我们的建议一定是不能找婚, 那不能找到什么时候, 看大运, 哪个大运能官立住了, 哪个大运能合住了, 那这个时候, 他的婚姻就是稳定了, 那如果太晚了, 我们也要说实话, 命主信不信, 那是命主的事情, 我们不说我们就是实质, 我们不说我们就是懒政, 懒政和实质都是不作为和烂作为, 所以我们要说信不信交给命主, 这就是某城穿, 某城穿的力量也很大, 只要是穿速度都是快的, 那么这几个穿, 他们表现的形式和经历最后的结果也是不同的, 所以我们知道了穿是一种速度, 穿是一种破坏, 是一种互相伤害, 那我们还要知道每个穿, 它的经历和结果是什么情况, 最后产生什么, 我们知道这些, 我们往里面套, 套的时间长了, 我们熟练了, 熟练了, 一经, 四助学, 就和我们融为一体, 某城穿女命, 婚姻, 婚姻不好或离婚, 硬穿食神, 重者无工作, 轻者工作方面不顺利, 憋气, 业也坏了, 食神也坏了, 憋气, 减少收入, 直到她的义理又要掌握她的现象和经历, 这是某城穿, 有虚穿, 我把这几个穿和合奖完了, 我们全体学员就知道了, 土生什么, 土不生什么, 有虚穿, 有虚穿, 两个实体相穿, 就为发生的事情要大, 要想, 穿坏了有金, 有虚穿主要是虚土式火库, 火库穿坏了有金, 因为有金是含金, 特别冰冷, 它又能毁了虚中的五火, 当有这种组合的时候, 我们就知道了, 双方都很厉害, 这个是真就是很厉害了, 你也是实体, 我也是实体, 你是火库, 我是含金, 当有这种组合啊, 看如果命主要我们看两家闹矛盾的时候, 看打官司什么时候能赢的时候, 我们怎么告诉人家呀, 这个是不是双方势力相当, 双方的势力是骑虎相当, 有虚穿力量相当的情况下, 是有虚被穿小了, 虚中的钉火受了毁, 有机毁了虚中的钉火, 怎么叫毁啊, 比如说蜡烛力火, 蜡烛力火它在燃烧的时候, 我们在方面呢, 放上一个金属条, 这个金属的筷子放到上面, 这个火凿的不顺畅, 这个火凿的不旺, 这就叫做毁, 不等于灭, 它和磕是两回事, 也是两种表现形式, 我举这个例子, 我们回去自己在目更多, 就要知道了毁和磕,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啊, 那么有虚穿, 我们看有金和虚土, 在命中是不是我的体, 如果是我的体的时候, 有虚穿代表爆炸, 有虚穿代表火灾, 有个女的, 她是那个A级的风景区的收票的, 我说她是收银员, 她说我是收票的, 我收票其实就是收银, 她也是, 她也有个水灾, 她是在12岁那年, 我说你有个水灾, 我说你, 你掉也是掉水库里, 我问你掉池塘了, 这个尘土啊, 我老往池塘上段, 其实尘土也是水库, 我说你12, 不是你12, 我说你20, 那个小大海, 我说你29那年, 我问你掉了池塘里了, 你有个水灾, 给你那差一点的枪死了, 他说老师我不是掉那个池塘, 因为我们风景区下面有个水库, 我掉那里去了, 差一点枪死了, 保虚河, 她的面中有火, 有火碰到了这个虚年的时候, 碰到有金的时候, 碰到有金时候啊, 他就有, 不是小边崩了他, 那就是什么呢, 现在我们应该帮哪断了, 现在我们应该断, 你在炒菜的时候, 液化气那个火给你了崩了, 这个能量的转换啊, 说能量能转换, 但这个事是永远不灭的, 说有的人说, 破能不能破了, 只是能解小, 但是灾难还是要有, 只是大和小, 现在不要放鞭了, 那我们就要转移了, 一定是, 它现在还是存在的, 那是在哪个方面呢, 不是边崩了, 那就是液化气了, 液化气烧了, 现在我们就要往这边转移了啊, 这个是有虚穿, 这是爆炸, 边崩, 还有液化气火, 那这个呢组合, 这里还有个组合啊, 再看一下, 延虚拱出火时, 穿有金的力量大, 虚土建了银木, 加强了虚土的力量, 无火建了虚土, 加强了无火的力量, 这些关系我们不要混, 啊, 这些关系一定不要混, 如果这些关系混了, 我们算命就说反了, 虚土建了无火, 趴简利, 趴去生了无火了, 虚土建了银木, 虚土争利, 当虚土争利的时候, 在遇到一个卯木, 卯虚再合出来一个温土, 给虚土更加强的力量, 那虚土在加强力量的时候, 他来穿有金的力量就大, 本来说这个鸡, 我一穿变成了珠宝, 那么当虚土变成火的力量大的时候, 是不是这个珠宝就是不成形了, 他穿的就不成形了, 这个有金就不能成珠宝了, 穿坏了, 彻底坏了,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种现象, 什么样的组合出现什么事, 身害穿, 身害穿多数都是拉肚子, 那么我们要知道, 在这里面是谁穿坏的谁, 身害穿, 是生穿, 这个生穿原本是金生水, 可是呢, 这两个宗神遇到一起了, 不生了, 穿了, 穿就是互相毁了, 互相伤害了, 身害穿, 身金旺穿坏了亥中的甲木, 是这样伤害, 当身金旺的时候, 他一定是把亥中的甲木穿坏了, 那如果命主他的路是银木, 有个身害穿, 穿坏了亥中甲, 路坏了, 这个人是不是很卑微啊, 这个人是不是很贫穷啊, 一定要, 我们要知道路是什么样, 他穿坏的是什么, 穿坏的路, 卑微贫穷, 没有骨气, 这就是, 穿坏了什么, 那要看命中他代表是什么神, 亥水旺穿坏了身中的甲金, 身中藏了三种物质, 第一本五行甲金, 第二, 常有润水, 第三, 当亥水旺的时候, 他穿坏了身中的甲金, 把甲金化了, 那把甲金化了, 我们就要知道了, 命主的甲金是命主的什么神, 是我的体还是我的, 是我的体还是我的用, 当甲金是我的体的时候, 我身体不好, 哪些方面不好呢? 那就看了, 疾病方面, 一, 腰背筋骨方面, 筋骨, 骨骼, 颈椎, 腰间盘突出, 第二, 肠道方面不好, 嗓子不好, 咽咽, 肠胃不好, 你们就往里面套, 百分之百对, 是不是, 这还要根据他在命中是什么神呢? 如果这个甲金是命主的食神, 那命中神害川, 当亥水旺的时候, 穿坏了身中的甲金, 是食神, 是不是嗓子啊? 食神就要嗓子断, 那如果他不是食神, 他在地支了, 他不是食神, 是笔节的时候, 是不是得过小儿马匹呢? 就像我给那个剑公算命的时候, 去年, 剑公啊, 他就一直在群里说, 我不理解, 任何人没有看出来, 我得过小儿马匹, 怎么看出来的呢? 今天我告诉大家, 我告诉老学员, 就是他命中走了一个流年生亥川, 他走了一步大运生亥川, 还是有一个圆明有望了, 我说的, 他小时候得了小儿马匹, 因为他的庚金是笔节, 所以我断他有小儿马匹, 这个一点都不神奇, 都在伊林里面了, 炎氏川, 炎氏川和生亥川, 两个都是生川, 那么炎氏川, 炎木川坏了世中的戊土, 世火川坏炎木当中的假木, 这个呀, 川也是护灰, 炎木也受伤, 世火也受伤, 炎木怎么受伤呢? 这个炎木是春天的木, 那这个木一定是很湿的, 这个木, 湿木来生火, 生不起来, 炎木只要一生世火, 生世火, 因为他生不起来, 那么生不起来, 他毁了世火当中什么呢? 一定是毁了世火当中的戊土, 炎氏川一定是炎木穿了世火当中的戊土, 只要有仪氏川, 我们就看了, 那这个命, 他的命中, 这个炎木是命主的什么? 世火是命主的什么? 如果世火呀, 如果世火是命主的笔节, 炎氏一穿, 我们就知道了, 石神坏了, 石神坏了, 那么我们往哪端呢? 一定是, 石神是土, 一定是藏道不好, 还有, 这个世火呀, 我们要把它的特殊性要搞, 一定要搞明明白白的, 世火是暗火, 为什么说世火是暗火呢? 就是因为世火里, 常有庚金, 所以世火是暗火, 不明亮, 不旺, 一世川, 穿坏了世中的戊土, 世火看组合, 说世火旺的时候, 穿坏银木当中的甲木, 他的疾病在哪呢? 他的疾病, 这里我们写嗓子不好, 因为吉土是石神的时候, 世火当中有庚金, 那一定是, 嗓子也不好, 是呢? 脾胃也不好, 我们看五行属性, 更重要的疾病, 一世穿, 最表现的就是口腔, 口腔也代表嗓子, 这会儿我们要, 活学活用, 要第一, 一世穿, 口腔癸, 第二, 痔疮, 如果在圆命, 有个甲木生炳火, 低支又有一世穿, 我们既望嗓子断, 又望痔疮断, 低支就是下支, 就是痔疮, 痔疮严不严重, 看力量, 穿坏路, 贫穷, 卑微, 身体有疾病, 哪方面的疾病, 看五行对应的部位, 穿坏笔结, 朋友无助, 孤立, 四肢有疾病, 或科兄弟姐妹, 穿坏了座下, 还会应到灰影感情方面, 相穿, 一是看星, 二是看宫, 岩木银木科吉土, 吉土是命主的笔结, 笔结受制, 我断他手上有伤疤, 那什么时间出来, 老学员都能断出来, 幻象, 一定是乙和未出来的时候, 那这个命, 他的英妻是在什么时候, 他在雾银年, 阿里应该在吉卯年, 在雾银, 那就说在雾银, 雾银年一定是吉卯进气的时候, 他手受伤了, 看圆明局的引动, 英妻这是在以后讲, 穿坏了印, 母亲身体不好, 工作干的不舒心, 车房子都小, 人物, 如果看人物, 看石神代表是什么人, 通过今天我们又重温, 又服袭了一次, 这个十二弟子, 我想大家就会重视了, 香川就是护损, 香川什么叫护损呢, 就是双方都破坏, 双方都受灾, 双方都减利, 叫香川, 香川的破坏力, 在十二弟子, 它属于一个比较重大的破坏, 所以香川我们要理解, 要记住, 它的破坏力和杀伤力, 比香破要大, 十二弟子相川, 共有六个, 那么所有的川, 所有的磕, 所有的声, 我以后就不用再重复了, 也不讲了, 什么意思呢, 都是看力量, 看谁的力量大, 谁能穿坏谁, 我能穿坏你, 可是我也受伤, 我能穿坏你, 我也难受, 我也不舒服, 这就叫做, 双方受损, 当我们看一个命局里, 有香川, 我们就知道了, 即便你得到了这件事情, 即便你得到了这个人, 在你要得到这个人, 在你要取得这个事情的这个经历当中, 一定是历经磨难的, 当我们了解了它的意象, 意理和意象的时候, 我们就能把这件事发生的经历和经过, 我们能说出来, 当我们能说出来的时候, 我们就是客户, 他就觉得, 你能把我另外别人不知道事情, 能算出来, 现在我们先看, 第一个, 指胃穿, 指胃穿, 看力量, 当水旺的时候, 水能穿坏了胃中的丁火, 同时还能把胃中的挤土, 来穿散了, 散了, 土见水, 它就飘起来, 所以呢, 我们知道了, 指胃穿, 当水旺的时候, 穿坏了胃中的丁火, 火灭了, 那命主要用火的时候, 命主整个全局八个字, 都是阴的, 唯一有一个羊的, 在胃中藏的, 原命有指胃穿, 水的力量很大的时候, 必应灾, 那么这个灾是什么灾呢? 那一定是, 往啊, 囊肿方面断, 或者是, 往, 血液方面断, 火和水, 是血液, 又有土, 一定这个组合, 既有水, 又有火, 又有土, 我们就要往, 血液, 子宫脊瘤, 肾脏伤断, 如果子宫穿, 丁火是我的官, 丁火是我的事业, 那他得到的这个事业, 也很艰难, 他是能得到了丁火这个事业, 同时呢, 把硬穿坏了, 那么把硬穿坏了, 他就算是能得到了这份工作, 能不能干长呢? 肯定干不长, 财坏印, 多数是, 坏了这个工作, 又坏那个工作, 当子宫穿, 穿坏了丁火, 穿坏了脊土的时候, 工作不好, 家庭也不会好的, 所以啊, 当我们看到, 命中有子宫穿的时候, 一定要断两个方面, 这是, 这是止水旺的时候, 出现了这种情况, 那么止水若, 胃土旺的时候, 出现什么情况呢? 那一定是, 胃土旺, 磕了子水, 这就是, 土磕水, 胃土磕子, 同时呢, 胃中的丁火, 也不完整, 胃中的吉土, 也不完整, 如果, 丁火是命主的官, 吉土是命主的印, 那么这个不完整, 一定代表两个方面, 那就是不如意, 或者是, 没有达到我的理想, 如果看工作变动, 胃川子, 胃川子, 我是把止水, 制住了, 胃土旺的时候, 可是呢, 还有一个方面, 那就是, 胃中的丁火受伤, 吉土受伤, 即便我得到了这份工作, 因为不完整, 穿坏了我, 所以呢, 我们就直接和命主说, 这个工作, 不理想, 这个工作, 是你不喜欢的, 这就是发生在人身上, 出现的现象, 和情况, 止胃川, 止水啊, 一着尘土, 他, 止水旺, 尘方止水, 育身力量是更大的, 如果有止胃川, 你的, 多往止攻击柳, 妇科方面段, 难的呢, 多为前列腺, 肾功能方面, 心脏, 眼睛, 我们现在呀, 学会了止胃川, 如果在看命的时候, 只要有止胃川, 是我的身, 或者是我的体的时候, 你直接说, 你眼睛视力不好, 因为, 止胃川, 川坏的是胃中的丁火, 和吉土, 丁火, 代表眼睛, 丁火, 代表心脏, 这个呢, 我们可以就用了啊, 小节, 穿坏了路, 贫穷, 卑微, 身体有疾病, 那方面的疾病, 看五行对应的部位, 穿坏笔节, 代表朋友无助, 孤单, 四肢有疾病, 或科兄弟姐妹, 穿坏了坐下, 还会应到婚姻感情方面, 相穿, 一是看星, 二是看工, 穿坏硬, 母亲身体不好, 工作干的不舒心, 车房子都小, 人物, 如果看人物, 看时辰代表的是什么人, 这就是相穿, 这个穿的力量啊, 它是很大的, 效果明显, 有今天发那个命, 有个子未穿, 子未穿的时候, 它泪舌了, 只要有穿就有伤害, 这种伤害是互相伤害, 就是我刚才说的, 这个呢, 就是, 谁能穿到谁, 要看双方力量的对比, 力量大的一方, 穿到力量小的一方, 力量大小, 不但要看流年, 看流年的力量, 还要看命局中, 两个五行的力量, 主要是以原命为主, 受伤程度, 也是看双方的力量大小, 第二, 相穿时, 如果参与相穿的五行, 是气化的, 所发生的事情, 持续的时间短, 一阵方就过去了, 只要一方五行, 五行力量减小, 事情就过了, 一定有一方的力量减小, 比如说这句话啊, 如果双方五行是实在的, 事情就是真实存在的, 持续的时间长, 伤害大, 影响面大, 那如果呢, 说这个穿坏呢, 是气化的, 气化的呢, 它就是一阵风, 所以啊, 我们在看相穿的时候, 一定看, 是实在的, 是实的, 还是虚的, 那就看呢, 它五行属性, 五行属性, 算命时候一定要看, 不看五行属性, 我们去算命, 说的不透彻, 所以, 算命的五行属性, 是很重要的, 第三, 命中有穿石, 一定要重视, 不是穿六亲, 就是穿了你的好事, 穿在什么心上, 什么公位上, 心, 公位, 就会应在那方面, 发生事情大小看力量, 还要看是气化的, 还是实实在在的, 第十四呢, 是地质相破, 地质相破呀, 它的杀伤力, 和它的破坏力, 没有相穿大, 没有相穿面积广, 相穿它的破坏力, 和杀伤力, 大于相破, 相破, 在十二地质里, 就有两个, 哪两个呢? 一个是, 子某相破, 第二个是, 某五相破, 谁能破了谁, 看力量, 这个相破, 也是两败俱伤, 相破呀, 最形象的来说, 相破是, 你, 烦我, 我也烦你, 你不喜欢我, 我也不喜欢你, 这个只是一种呢, 就是瞬间的事情, 它的破坏力, 不那么大, 相破, 最重要的一点, 盲人遇到相破了, 他就用一个条纸来说, 那么这个条纸叫什么呢? 真间对脉盲, 相破就是, 真间对脉盲, 谁也不让夫谁, 我们记下来, 这就是相破, 是一种异象, 相破就是一种异象, 就比如说, 夫妻之间有相破, 圆命当中有相破, 我的子水, 是我的商官, 卯木是我的财, 看公卫, 如果命中有毛子破, 我们就肯定地说, 你们夫妻之间, 你俩都厉害, 谁都不去让夫谁, 谁都不让谁, 那命主问谁厉害呢? 我们就说, 真间对脉盲, 谁都不让夫谁, 谁厉害, 那么一定是真间, 要强硬一些, 但是脉盲也很厉害, 那谁能打过谁呢? 谁是真, 谁是脉盲呢? 一定是看力量, 圆命有这种组合, 这两口的得打一辈子, 这一辈子都打不完, 这就是相破, 相破是瞬间的, 力量不大, 相破呀, 比如看力量, 谁破了谁, 相破面积很小, 毛指破, 指水代表耳朵, 那么当毛不旺的时候, 你直截断, 今年注意耳朵, 千万抠耳朵的时候注意一下, 要不然, 容易耳穿孔, 因为我算过这辆命, 在2008年的时候, 我算了你的命, 他命中有朦目是十神, 08年, 他就走指运, 我说今年你注意, 注意你的耳朵别坏, 然后呢, 没拿当回事, 他洗完澡, 出来的时候呢, 用棉签抠耳朵, 就那一瞬间, 不知道谁喊他了, 他手一抖, 就把耳朵呢, 就穿孔了, 就是毛指破, 就是小事, 毛指破事不大, 就一喊他, 他一抬头, 就这一瞬间, 把耳朵穿孔了, 耳朵穿孔了, 到了长存医院去一看, 大面积就漏了, 因为他是破, 耳朵的面积再大, 他也大不到哪去, 那我们就知道了, 这个破, 看他的五行属性, 一定要看五行的属性, 这个毛指破, 看力量, 如果毛目的力量大, 破了纸水, 往耳朵上断, 如果纸水的力量大, 破了毛目, 往肝上断, 干上什么转鞍眉呀, 又是鸡肝呀, 一定是要高的, 就往他五行属性上断, 这个毛指破, 还有一个毛五破, 毛五破也是看力量, 那毛五破也是瞬间的, 就像好多学员说, 这个命不能当管, 他原命毛五破了, 他毛五破了, 什么他都不是了, 不能那么看, 毛五破, 他代表的你看不上我, 我看不上你, 那我们想一下了, 你看不上我, 我看不上你, 在工作上,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表述呢, 那一定是这个工作我不愿意干, 一定是这个工作, 不是我喜欢的工作, 毛五破, 工作给我没有带来快乐, 工作没有给我带来的喜悦, 同时毛五破, 工作当中没有给我带来的实惠, 这就是破, 这个破是事情不大, 只代表心情, 心态, 同时代表身体, 同时在办事情的时候, 那在办这个事的时候, 一定中间出岔头, 但这个岔头是不大的, 毛五破, 总的来说, 我们看, 他的五行属性, 一个是木, 一个是火, 那毛五破, 多数是哪数伤呢? 你肯定是, 爪安眉高啊, 心脏不好啊, 那这个心脏不好, 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好呢? 你毛五破的心脏, 肯定是, 心律不起, 毛五破是有声音, 有声音, 那就是惊下来的, 紫水啊, 毛毛木和午火呀, 在燃烧的时候, 它一定是有声音的, 那么这个心脏是怎么来的呢? 那肯定是惊下来的, 所以我们要了解, 他内涵和他的表情, 还有他的心情,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, 相破, 相破之间都是终神, 终神之间相破, 互相不生, 那互相不生, 我们就知道了, 都有个性, 如果命中, 命主的路是毛木, 或者是午火的时候, 原命遇上了, 破他的这颗心, 是不是这两个有个性的人, 凑合到一起的? 谁也, 那他俩如打架了, 怨谁呢? 都有个性, 所以啊, 这个地之相破, 他的特殊性是终神, 终神之间, 水生木, 水不生木, 水破木, 木生火, 木不生火, 木破火, 通过地之相破, 我们就能更加了解了, 终神, 他的个性, 终神, 他的特殊性, 有的命, 坐下是终神, 那我们就知道了, 那这个人能力强, 终神呢, 他有号召力, 他还有决策力, 所以啊, 我们把相穿, 相破, 他们的内在的含义, 我们呢, 再理顺一下, 在那更加的掌握透彻, 在算命的时候, 我们说的事情就能透彻, 就能看得明白, 这就是呢, 相穿, 和, 相破, 在命当中, 他都起到了哪些作用, 他们的破坏力, 都是什么样子, 什么性质, 所以呢, 我们呢, 要更加熟练的来, 例而来呢, 就应用啊, 无论相生, 相科, 相破, 相穿, 相合, 都要熟练的应用, 在应用的时候, 不是说合住了, 就这一件事情, 这个星, 在圆命当中, 大运流年来的时候, 一定是有合, 先去合, 合住了也叫保护, 保护了, 相穿, 相破, 对我产生的力量就小, 这是顺序, 这个呢, 这个我们呢, 就是要再呢, 复习一下啊, 看力量, 看顺序, 在算命的时候, 相合, 是得到, 是合去, 比如, 我得到了这个神, 我将失去了这个亲人, 有的命, 现实生活, 现实生活, 我们就是在讲现实生活, 我们就是在讲人生, 那么人生有的, 说老爸走了, 他发财了, 财, 一定是要治的, 当我把这个财治到手了, 我发财了, 同时, 我们再看, 这个财又代表爸爸, 因为我治过了, 爸爸, 去了, 爸爸走了, 所以看命的时候, 我们要全面看, 既看命主发生了什么, 又要看他的亲人有什么, 这个就看, 治的是不是过, 一切都要看分寸, 分寸也叫平衡, 如果不平衡了, 如果过了, 如果力量不足, 他们产生的现象, 产生的事情, 是什么样, 我们都要呢, 在算命的时候, 联活运用, 治过了, 是什么样, 治的不到位, 又是什么样, 所以呢, 说, 相磕, 相生, 相穿, 相破, 他破坏的程度, 他穿的程度, 他磕的程度, 都是以原命来看, 就像淡然那个命啊, 他就是相克, 他相克的程度, 大不大, 一定是大, 撒呀, 撒是很凶猛的, 命中无治, 那就要有灾, 如果命中有治, 撒一定是要治的, 那命中有治这个撒, 名气在外, 能为我的家族光中要主, 当这个撒我治过的时候, 他又是支横点的时候, 你过了, 是为家族光中要主了, 同时, 你的身体是不是有病了, 你的家人, 你的亲人, 你的六亲, 是不是有灾了, 我们算命的时候, 都要结合看,